老杨可以说 要围绕着中美关系 和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们在介绍和推荐 两篇文章的观点 一篇是伟达在联合早报写的文章 他专门谈到了 邓小平有三个办外交杰作 那么余泽眼也谈到了 要避免跳进美国人挖的一个坑 让新冷战必无可避 伟达是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作者 他的文章一项都写得比较公允客观 伟达在联合早报今天就发表文章说 对当年邓小平的外交成就和建树 做了一个归纳 归纳起来就三个办外交杰作 这三个办的外交杰作 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国家强大 人民富裕 文化互兴 做过决定性的历史贡献 对今天也仍然是有启示和觉醒 那么伟达所说的 这个三个办的外交杰作是什么呢 第一 解决传统经济外援的长期弊病 第二 对美国和西方实行开放合作的政策 第三 突破传统意识形态 纠缠国家关系的难题 那么用一国两制 创举来妥善处理香港问题 因为香港呢 一半算内政 一半算外交 就叫三个办 我在这里面做一些延伸 中国的传统外援 那是勒紧裤腰带 支持世界人民革命啊 这个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这个数据 无论是当年午休前 当那个阿尔巴尼亚的大使耿彪 当任这个阿尔巴尼亚的大使耿彪 给中国国内如实的反应呢 我们对外援助是弊病之外 其实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见数还是不少 当年中国人民勒着扣腰带 主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兄弟政党和国家 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地区 我们那样的对外经济援助 就是一句话 叫做不自量力 劳民伤财 大傻逼2.0百 到了最近还有回忆录 甚至披露 海外当年有不少江湖骗子 一看有机可乘 就谎称什么 马列主义政党 从中国骗吃骗喝 骗钱骗了好多年 说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 荷兰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这么一个惊天大案 这听起来真的是很羞愧 吃过了这个亏啊 我的牙口无言 等到邓小平重新主政之外 大刀阔斧改革 立即停止 对阿尔巴尼亚 对越南等国家的援助 为中国止血停损 这当然一般的老百姓是没有意识到了 但是对一个国家大政方针来讲 这真的是一个大手笔 第二 对美国和西方开放合作 其实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向先进文化 现代文明和发达市场开放 这邓小平的李慎之 就在飞机上说 所谓的开放 就是对美国开放 这个话真的是 大家一传再传 这本来这样的开放是属于常识 在中国呢 却长期的逆向而行 由于冷战 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等等的因素 邓小平在这问题上 坚决的波浪反正 亲自主导跟美国建交 跟日本升级合作 他有这么一句话 到今天为止的很多人的传送 与美国关系好的国家 都发达富裕起来了 那么当今网络上 也有一句名言 是的 坐在现代家庭的沙发上 四下望去 满目都是美国人民的发明创造 更无需提 手机 飞机 汽车等等 也就是除了四大化名之外 近代工业的几乎所有的 重大的发现和发明 中华民族贡献甚少 这个事情 是必须要面对 连那个柳寇 连那条拉链 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法源 后来有人说 自动洗麻将的自动麻将机 应该是中国的 因此国粹后来一了解 自动麻将机是日本人发明的 所以这样一个事情 也是第二个杰作 当然90年 排除了 金日成强烈的反对 邓小平拍板 果断跟韩国建交 也是一个突破 传统意识形态 领域的约束 转了以国家利益为上的成功范例 包括1979年邓小平反映新加坡 李光耀提出中国应该停止 支持赞助激进暴力的 所谓马共组织 邓小平从善如流 采纳了新加坡的建议 为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提升 和改善打下了关键的基石 是中联部 当时的部长吴歇谦 分别向东南亚几个共产党 特别是马来西亚共产党 陈平他们宣布了这么一个决定 包括免共 马共 等等 这事情呢 在国际共产党运动时 虽然也招致批评 但那个时候也是个 止血 停损的一个关键 第三点呢 韦达他认为 妥善地解决香港问题的超级难度在于 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差异隔阂 但邓小平当年就把这种差异和隔阂 看成是民族发展的一个契机 看成这契机并不把它视之为颠覆威胁的消极能量 所以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制港高度自治的创造性的设想 以及除了主权之外 其他都可以商量的基本原则 说明在那个年代 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之下 邓小平那一代的领导人更着远于开放和多元 而高瞻远瞩面向未来 伟达认为邓小平的三个半外交成就和杰作 是在告诫后人 外交战略要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第一位 要放在意义争议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上 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福祉 外交布局要多向先进和发达国家开放看齐互动 不能搞自我孤立和择忧淘汰 操作上要注重时效和成果 要讲究斡旋和谈判艺术 不能只是靠斗嘴皮子偶气和鼓噪扮爱交 火则一定会自乱阵脚 利益受损被动失败 这是伟达的看法 当然以此同时 于则远也有篇文章 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 打击寻找打击中国的突破口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 蓬佩奥等等这些人 不断指中共指来代替中国 强调中共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 是自由世界的敌人等等 刻意把中共跟中国人民驱崩开 把华为等公司说成是中共怎么的截取 其他国家的信息的工具 把香港的国安法视之为威胁自由世界 甚至放风要禁止所有的中共党员和家属进入美国 他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要在价值观的高度 把西方体制跟中国的体制对立起来 他认为这一点对西方来讲 他最有某种程度所谓的正义感 前苏联之首以被视之为邪恶 不仅是他推行霸权和扩张主义 更在意意识形态领域被西方价值观所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一旦西方国家整体认为 中国是他的价值观的敌人 中国的距离前苏联的定位不远了 这是于哲隐的请告和提醒 他认为这是美国人刻意挖了一个坑 中国人如果在这样一个战场上跟美国人纠缠不休 早晚会被美国贴上前苏联的标签 甚至你不得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 美国挖这个坑你应该怎么办 他认为中国的舆论强调 有些人要说全面反击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 也有人在借助美国疫情失控 非洲与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的热点 来反驳美国对中国的攻击 来强调中国的价值观和制度的优势 但是如果把握不当反应过度 可能就真的掉进了价值观博弈的这个坑 做使中国是美国以及西方新冷战的对手 他认为新冷战其实是不符合 中国的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的 这40年来中美关系处得这么一个危机的状态中 也仍然还没有到美苏当年冷战的程度 因为中国和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 至今的利益交织 不是说断就断 所以他认为建议中国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 避免了落入新冷战的苛救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提供大家思考 第一 邓小平当年的三个半外交杰作 三个半外交杰作 现在还剩多少 中美关系从好不到哪里去 坏不到哪里去 到今天此时此刻没有最糟 只有更糟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构成的内因和外因 是不是需要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 而这些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呢 第三 美国人已经开启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战场 被有些人认为是刻意挖的坑 这个坑此时当下是不是必无可避 如果可避 那么如何化解 能不能最终的挣脱这样一种苛救 这实际上不仅仅是要考验一个领导人的战略定力 其实考验的是一个领导人的最起码的战略智慧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感谢观看